诸葛亮就是一个山野村夫,真实身份,让许多人望尘莫及,诸葛亮在传世名作《出师表》中称自己为不一,即毫无家世背景的人物,为了表达刘备对自己的恩宠,他提到自己,功耕于南洋,苟权性命于乱世,刘备身为皇叔,却尾字网居,三顾茅庐请自己出山,目的就是为兴富汉世,三国演义当中。 曹操也经常称呼其为诸葛村夫,难道诸葛亮真的仅仅是山中村福吗?试想,仅仅是一个乡野之人,能被明是天下人称呼为卧龙吗? 欢迎收看剧谈史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。 其实,他真实的身份,让许多人望尘莫及,其祖先诸葛峰,生于西汉末年,任何一个朝代,到了末期,往往是坚硬弄权,扰乱朝纲,在乱世为官必须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,走正道往往会被排挤,要想为百姓做些事情,更是要突破崇崇难关。 张飞怒边诸游,就是一桩鲜活的案例,无数吸血虫在榨取百姓的血汗,敢于横刀立马,发出声音大人少之又少,诸葛峰,就是其中之一,从诸葛亮写下的《借子书》中可以看出。 其祖上留下的家风,一直延续到了东汉末年,同样是末年,诸葛家应该做出什么选择,其父亲诸葛归,不幸早逝,没有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,束缚诸葛璇,担负起抚养他们的重任。 乱世之中,生存为第一要务,无论是出身四十三宫的原家,还是巡家,都选择了曲线救国战略,袁绍瑟利那人,干大事而牺牲,结果在关渡之战,败下阵来,巡逾选择跟随曹操,为其出谋划策,奈何在听到曹操加九息称王时,他毅然决然地背离了曹操,使得其对他动了杀心,诸葛玄明卫。 要想生存,必须平衡好各个派别的力量,荆州乃三方必争之地,此处乃定居的绝佳场所,无论将来哪一方要争夺荆州,只要根据实事,审视度事,就一定能够做出正确的抉择。 诸葛亮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磨练中了智慧,智慧不同于聪明,扬休聪明机敏,却死于聪明机敏,这算不得智慧,智慧是一种能够看破一切, 却不说破的一切的事物,即使身处闹事之中,那些平民百姓可看不出此人有何不同之处,只有他们的同类能够感知到对方的存在,诸葛亮。 甚至刘表妃天下雄主,她必须代价而沽,才能找到切实愿意重用自己的主公,隐居南阳,成了她最好的选择。 她自己口中所说的耕读,其实是自古以来的传统。 汉武帝时期的朱买臣,就曾一边种地一边读书,后来受到当权者的提拔,写要当事,当时最重要的制度就是征闭制。 后来为全世界所通用的科举制,还没有出现在历史长河之中,那是隋朝才出现的事情。 征闭制,最重要的就是代价而沽,先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声,其后才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。 这个绝对不是诸葛亮的专属品牌,袁绍在未出世之前,为了提升个人的影响力,为父母守教六年,后来又到长安城,跟明氏交往,以壮大声势。 曹操同样有过类似的操作,早年被罢官之后,他回到家乡,以耕读为乐,闲暇时间还出门打打猎,这个内容,他在个人的文章、数字令中亲自交代过。 为了提升个人的名声,他还专门找到善于品庭的许绍,听说此人的一句话,胜过众人的千言万语,果不其然,他从许绍那里,得来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评语,智史之能臣,乱史之奸雄。 因此,如果说诸葛亮是村夫的话,曹操和袁绍同样可以被称作村夫,这个传统到底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的,没有具体的历史记载。 或许,从周朝江太公时期开始,他在渭水河畔钓鱼,种地时遇到了周文王,又或者是源自于东汉初年的名士,严子灵。 据说刘秀非常依赖此人,每当遇到不解的问题时,都会向他请教。 他却拒绝了刘秀邀请其出来做官的请求,甘愿做一介不一,在江湖上过着咸云野鹤的生活。 总之,诸葛亮肯定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,承受在《三国志》中写道,亮公庚龙母,好为梁富吟,自立于管仲,越义。 可见耕地只是他营销的方式,他最终的理想是成为像管仲,越义那样的人物。 管仲也是出身贫寒,少年时期吃尽了苦头,经商使业为多拿钱,被人误会贪心,打仗使逃跑,被人认为贪生怕死,辅佐幼主时。 又不肯为幼主牺牲,怎么看这个人都是不忠不义,偏偏人家遇到一位好朋友,抱书牙,他不遗余力向齐桓公推荐其才能,这才有了管仲为相。 齐国称霸的传奇,越义的经历与管仲类似,燕国被齐灭国,燕昭王决定发奋图强,重用越义,越义最终不负重望,用七十座城池,换来了燕昭王的重用。 诸葛亮既然将自己与这两个人对比,心中一定会有常人不敢想象的报复,一般小民看不出来,徐数看出来了,齐岳父黄成燕同样看出,他不嫌弃这个年轻人没有多少物质财富。 心甘情愿将女儿嫁给的,诸葛亮由此完成了个人的前妻铺垫,之后就是大家所能熟知的伯望坡军师出用兵,溜出奇山之类的精彩传奇,何谓世家,即无论身处贫寒还是富贵,都能一如既往的保持着家风,不因手中得到某些权利和金钱,而变得为所欲为,关于这些。 历史有着明确的记载,诸葛亮身为蜀汉的丞相,留下两代倚仗的重要人物,受到的封赏,不计其数,然他留给后代的物质财富不过是八百棵桑树,十五亩田地。 也就是说,他在戒子书中告诉儿子要亲以修身,捡以养得,并非只是口头的说教,而是一直以来身体力行的家风,假定诸葛亮果真是村夫,他的家风肯定是积攒良田,像古代的那些地主老爷们一样,中朝只恨句无多,到了死是掩蔽了,到了诸葛亮这一代,他们加出了三个了不起的人物,诸葛亮。 诸葛锦,诸葛戴,诸葛亮与诸葛锦是兄弟,诸葛戴可能血缘关系较远,但他们都有同一个老祖宗,诸葛风,三位同出一家,却分别在数,无,为当大官,诗人称之为一龙,一虎,一狗,诸葛亮是龙,诸葛锦是虎,诸葛戴是狗,不是讽刺,而是说他公狗,意思是有公之人,三国的君主也没有难为这三个诸葛。 诸葛亮和哥哥诸葛锦来往还很密切,诸葛亮早年无子,想过记哥哥的儿子,诸葛锦汇报过孙权后,便把儿子诸葛乔送到了蜀汉,不料后来竟然因此避免了灭门之祸。 诸葛锦的另一个儿子诸葛克被杀,连带全家族猪,远在西蜀的诸葛乔的儿子安然无恙,后来复归本之,继承了诸葛锦的香火。 当然这三位诸葛的政治操守都是相当好的,没有阴私费工,诸葛锦的儿子诸葛克乏位,魏国大将诸葛诞也没有丝毫手软,同样拼了命的与诸葛克厮杀。 大家可以想象,诸葛是这么一个从西汉就开始明文天下的大家族,贝贝都有大官名士,怎么可能会是村夫?那为啥诸葛亮还自称村夫?他不就在龙中种田吗? 种田是种田,但诸葛亮并非普通农民那样只会面朝黄土被朝天。 而是一边种一边游学,要不然后来著名的龙中队,从哪来?图里是刨不出学问的,都得学出来。 在这期间,诸葛亮还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,与明氏结交,比如明氏荆州刺史刘表。 这位刘明氏虽然打仗是废柴一条,但名声在汉末也是杠杠的,刘表和诸葛亮叔父诸葛玄关系不错,因之也和诸葛亮关系非同一般。 还有汉南明氏黄承燕,这位老先生也是身通学问的明氏,他问诸葛亮,听说你要讨老婆,我见女儿虽然长得丑,但很有才华,不知你可否怨去。 这位老丈人够实在,诸葛亮比他更实在,去。 其实这婚结的也是门当户对,换作别人,黄承燕还看不上,再看看诸葛亮结交的一帮明氏朋友,更是了不起。 《三国志》中记载诸葛亮好友主要有柏林崔周平,颖川氏广源,徐树,孟宫威等人。 崔周平虽然名头不怎么高,但河北崔氏可是北方第一高门大县,从东汉一直到唐朝, 四百多年间代代有英才涌现,后来唐太宗李世民为天下诸姓制定等级,当时诸臣皆推崔是为第一,可见其家族之强,徐树大家都很熟悉,刘备早期的头号智囊,徐,是,孟几位的老家颖川,在金河南许昌,在三国两晋时期,是一个超级厉害的盛产人才的地方,曹操手下几大谋臣寻遇,国家,寻忧,中瑶都是颖川人, 袁绍首相那位名士郭图也是此地所出,有这样一大帮名士朋友,诸葛亮卧龙的名气自然而然传播开来,所以刘备一个外来者,自然也听说过诸葛亮的大名而三顾草庐,至于诸葛亮自称不一,自称公庚龙母,只不过是谦虚一下,三国时代的人可没有一个赶小瞧诸葛亮的出身。